这周给大家讲就是关于重磅数据袭来 市场的发令枪还是惊涛骇浪 然后美股A股人民币原由分析与展望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美元指数 其实美元指数我一直讲它有这个灯塔的作用 有很强的这种前单性这种效果 那之前上一次我们判断这个对10月CPI这个下行超预期下行 包括这个美元指数提见顶了这个判断 都很有助于帮助我们分析 就是对当时市场的状况的一个分析 包括当时认为10月份CPI可能会超预期下行 包括10年期国家收益率会往下走等等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美元指数所以说我们放在前面 那美元指数现在来到104.93的位置 是从114.79差不多回落了10个百分点 这个回落的幅度其实挺大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那美元指数它会不会系统性的走弱 这个对我们判断未来的市场 整个大的宏观格局有很大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美元指数的判断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那可能对我们后续的市场判断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美元指数它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或者宏观整个资本市场 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就在大趋势上非常大的趋势上 以前我在录播节目里面讲过 就美元指数呢 它经历过三轮大的熊市三轮大的牛市 对吧就是三起三落 80年代当时有美元指数涨到过160 后面回落 然后2000年有第二波的声势到120 后面这是第三波 对吧 美元指数潮起潮落呢 代表着全球资本的这种潮起潮落 或者是代表着这种全球化方向的一种潮起潮落 比如说全球化最最迅猛的时候 全球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 01年到07年这段时间 美元指数下行非常有代表意义 整个那个时候全球经济是高歌猛进 然后整个全球化的进行是非常的好 国际之间也没什么矛盾 那个时候是一片祥和 不管是你说什么其他的国家 没有什么敌我阵营了 总体来讲整个这个饼就是在扩大 所以说那个时候美元指数是整个趋势性的下行 反映的也是整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歌猛进 以及全球经济大的蛋糕的增长 所以说美元指数的这种大的趋势性的上行 或者下行是非常关键的判断 美元指数的 以前给大家讲过 美元指数的这种趋势性的这种像下行 这个大家肯定知道 主要是两股力量造成的 一股力量 最重要的就是说全球的GDP的饼要做大 一体化的这种深入 整个全球的蛋糕越做越大 全球经济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增长态势 美元指数会有系统性的下跌 还有一种就是当美联储放水的时候 全球央行的央行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央行 开始大计量做量化宽松的时候 也会影响美元指数的走势 也会让美元指数走低 当然换句话来讲 全球央行的这种刺激政策 它本身 就这种宽松的刺激政策 它本身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扶持和帮助 本身也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所以说这个是一体两面 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 美元指数的系统性的下行 我们这一次整体来讲 是处在一个美元指数系统性上行的一个过程中 这里面也有 如果从08年算起的话 到现在这十几年的一个系统性的上升 当中间有很多的波折 比如说有两段比较明显的美元指数的回调 或者大的回落 比如说17年 17年的全年 还有就是2020年疫情以后 就是全球银行刺激完以后 这一步的回落 也是从103的高点回落到88的低位 所以说我们就看近的 就看近的 像17年的那一次的这种系统性的回落 就这种回落 从103到88的这种回落 它是由于当时17年的时候 全球经济是非常好的一年 那一年整个不管是中美 包括欧洲 全球经济的增长都非常的迅速 那中国也从这种15年 这种硬州路的阴影中恢复过来 通过这种涨价区库存 连续的降息降准 包括中国的货币政策的 充足的空间等等 有了很好的一个恢复 所以17年18年 中国总的宏观杠杆率 也得以得到遏制 或者说甚至有所下行 所以说17年 是全球的一个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高光时刻 整体来讲 那在2020年3月份以后 这个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这个就是全球央行的 为了应对疫情的这种 进行了一个突然的 一个非常迅猛的 一个货币政策的转向 就是全球央行联手 进行货币宽松和放水 那这一轮带来了 全球经济的回升 也是非常的显著的 整个在20年21年 尤其20年下半年以后 包括21年 整体全球经济 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 所以说2020年3月份以后的 这一步的美元指数系统性下行 也是有主要当然核心因素 是央行的刺激了 央行的刺激进而带来了 全球经济的这种恢复和迅猛的增长 17年的相对来讲 就是说它不需要太多的刺激 17年那个时候美联储还在加息的路上 然后这个缩表加息缩表的路上 那中国央行呢 也没有进行持续的宽松 因为15年已经大计量的宽松过了 所以说17年 它比较倾向于像一个经济的自发的 自发的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增长的时刻 那2020年疫情以后呢 主要是全球央行的联手刺激带来的 那这一波的美元指数呢 从114将近115的高位回到105 也回了10个百分点 那这一波回落了以后呢 我倾向于不太认为 它是一个系统性回落 它只是一个上升途中的一个回调 或者是一个回落 它因为整个现在的形势 我们不管从全球央行来讲 或者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讲 都不具备 美元指数都不具备系统性的 这种大幅回落的这种趋势 比如说我们说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现在大家都知道 外需也疲软 全球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那中国这边呢 内需也比较疲弱 刚刚从疫情的这种风控中走出来 刚刚从疫情的这种阴霾中走出来 那整个经济的形势呢 也不支持美元指数系统性的往下走 那另一方面呢 全球央行呢 也没有开始转向 对吧 美联储也没有开始放水 进行量化宽松 甚至美联储其实还在紧缩的路上 对吧 全球央行基本还在紧缩的路上 还没有走完呢 所以说不管从全球央行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全球经济的恢复角度来讲 那美元指数呢 都不具备大幅下行的这种条件 那这样一来呢 美元指数很有可能呢 就我不敢说是在这个位置就止跌了 它可能 但是呢 它不会是出现系统性的大幅的这种回落 就是真正的系统性的长达 比如说这种一两年的两三年的这种系统性的回落 我觉得不会出现那样的走势 那也许是100以上 比如说102左右啊 就是个低点 或许呢 105左右呢 就是一个低点 那如果有了这个基础判断 以后呢 我们对后面的这个美股啊 包括去的人币汇率啊 包括其他的这个资本市场一些品种的判断呢 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会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基础和基作 就让我们对这个宏观的框架不会偏离于太远 那整体来讲啊 假设 我们假设 如果美元指数在这个这个位置呢 基本就是回调到位了 回调到位了 那首先人币啊 它的这种升值的这种潜力呢 就不会太大 那之前我也讲过 我大概判断了人币的这个 这一波的回调啊 这一波的升值啊 就在7上下 那大概就在7上下 7上下一点啊 那美元指数 如果它不再继续往下走啊 那那人民币汇率呢 很大概率呢 就在7上下这个位置了 7上下这个位置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美元指数不再往下走啊 那也很有可能意味着整个美股啊 或者是全球股市 它也进入了一个反弹的阶段性的一个高位啊 当然了 如果美元指数再往下走啊 比如说回到102 101啊 这种位置的话 那可能也当然也预示着啊 这个风险资产 还有一段上行的机会啊 比如说这个一些大宗商品啊 包括黄金啊 包括几个美股啊 欧洲股市啊 乃至中国股市 香港股市 它还有一段啊 继续上行的这种区间 或者这种机会 但如果美元指数就在105 这个回调位置 基本就暂时到底的话 那也意味着风险资产 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 所以说我把美元指数呢 放到最前面啊 去做这个判断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呢 定时直播 那我们呢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